好,我们继续 第五类 鼻音符 鼻音符 那就表示带鼻音的咯 像嗯,嗯,嗯,音 是不是 经常说很多人说 我说话会带着这个鼻音咯 没错 鼻音符就是这个音 是要通过鼻腔进行发音的 那么鼻音符 如前面的动符 长音符一样 也是分为三类的 大家看一下 看是不是也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呢 看一下 第一种 开口鼻音符 第二种 鼻齿鼻音符 第三种 合口鼻音符 哎,大家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 它到底 跟前面的发音有 学过的那些符号的发音有什么不同 还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你看都有这个开口啊 鼻齿和合口 那就表示发音里面肯定有 阿 伊 乌 对不对 嗯 如果你这么猜的话 非常的 正确 很有逻辑性 也非常有道理啊 那么鼻音呢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解释 鼻音符呢 就相当于是 比如说每一个 我们可以骑着看 第一种 开口的这个鼻音 它就相当于是 开口符号 与这个加上一个鼻音的符号的静音 合成音 哎,这个感觉有点抽象啊 我们就不用想它什么叫鼻音符号的静音了 你记住 它的发音介于国际音标 N和N之间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 英语当中我们学习有N的音 对不对 N是怎么发的 就是通过鼻子啊 对不对 那么这鼻音 啊,很好 加的这个鼻音就是 N N这个音 那么鼻音符呢 分为这三类 就相当于是 在开口 启齿 合口 这三种动符的基础上 加上这个N N 这个鼻音就可以了 那 那么第一种 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开口鼻音符 发音介于这个 N和N之间 那怎么发呢 大家尝试一下 看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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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对呢 N 我想应该是对了 好,第二个 启齿的 那就相当于是在启齿符 一 基础上加上一个N 那么连起来读 啊,连起来读 怎么读呢 N N N 有没有发对啊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合口鼻音符 那么就相当于是合口符 U 加上N 合起来 那要怎么发呢 大家先尝试一下 是不是应该这样发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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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那么我们来重新 从这个开口开始 分别发一下这个三个笔音符 第一个 AN AN 第二个 IN IN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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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是不是 UN 好香 也还可以哦 没有很难吧 UN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 那么这就是我们刚刚学到的这个笔音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学过它的发音之后 那么下面它是怎么来书写的呢 我们 刚刚在发音的时候 已经 这里面有说 说是它由这个开口符加上一个笔音符号 合成的 那么它的书写上面 肯定我们也能找到动符身上的影子 对不对 嗯 好 让我们来 开始寻找一下 书写第一个 开口笔音符 开口笔音符 开口符 我们知道 是在 字母的正上方 有一个短片 那么笔音符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符号 诶 它好像是这个上方不是一个笔 是两个笔 对不对 嗯 然后而且在这个字母的旁边 就左边呢 又多了一竖 诶 这一竖让我们想起什么来着 啊 长音符的第一个 开口长音符 对不对 啊 开口长音符 那么这笔音符 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记忆 这样子 它相当于是 这个动符 啊 就是字母正上方一笔 之后呢 再加上一个 开口长音符的符号 就是在这一笔的上方 再加一笔 变成两笔 然后左边 字母的左边再加一竖 那么第一个 开口笔音符的书写就是 开口符 加上一个 开口长音符符号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 嗯 是哈 所以说 既一个新的 所谓温固而知心 重要的地方 就在这里 你学新的东西 永远脱离不了 旧的东西的音音了 是不是 这也说是音音很大 我觉得音音的确很大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 开口笔音符 第二个 奇耻笔音符 奇耻笔音符都说了 奇耻符 是由奇耻符号 加上一个鼻音符号 组合而成的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符号 嗯 假设这里是一个字母 在字母的正下方呢 有一个短片 这个代表的就是 动符当中的 第二个奇耻符的 符号的写法 哎 你看这鼻音符呢 哎 它不止一个 是两个短片 都是在这个字母的正下方 就是说 第二个奇耻鼻音符的符号 就是在字母的正下方 加两个短片 那么 这个我们就可以记一成 啊 就是奇耻鼻音符呢 是由奇耻符号 再加上一片 这一片可以理解成 这个鼻音符号 啊 我们可以这样想 奇耻符号 加上一个鼻音符号 组成了第二个 奇耻鼻音符 嗯 就是下方两片 也比较好记吧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 第三个 合口鼻音符 那么合口鼻音符 我们刚刚说了 那么跟上面两个 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说 由合口符 加上鼻音符号 组合而成 那么它该怎么写呢 大家看一下这符号 啊 假设这有个字母 在这字母的上方 有一个符号 咦 好奇怪哦 大家觉得 这什么东西呢 感觉像二 又不像 然后这边又像个 逗号 对不对 嗯 那么你 还是猜对了 其实这个 鼻音符号呢 就是第三个 合口鼻音符号呢 它的书写方法呢 不止一种 但是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是 摆出了一种 书写方法 它的书写呢 可以相当于 把它从这里分开 我们从这里分开 看 这左边这里相当于个二 是不是 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或者一个半圆 然后等到这个 右边这块呢 大家想想 它又像什么东西来着 哎 想一想想想 哦 原来是 动符当中的第三个 合口符的符号 就是字母的上方 一个小豆号 对不对 嗯 没错 所以合口 鼻音符呢 也可以理解成是 合口符号 比如说这个小豆号 加上一个鼻音符号 我们可以简单的 就是代称这个 这个这个东下 这个像二的这个东下 相当于是鼻音符号 那么 合口鼻音符 它这个书写方法就是 在字母的上方 由合口符 和鼻音符组合而成 那么这个符号怎么来写呢 我们可以看 首先呢 你要先写这个像二 或者一个半圆的东西 从这里开始 S 这样子下来 到这里 然后呢 转上去 看到了吗 转上去 然后画一个圆 然后再下来 对 这是连写下来的 写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啊 写起来是这样子的 R 然后再这样子 哎 这就是 那么它的另一种写法是什么呢 我可以为大家说一下 大家选择一种 记住一种写法就可以 OK了 那么第二种 就是合口笔音符的写法 就是两个小多号 啊 你就可以写两个这个东西 就把它替换成一个 跟它一样的东西 挨着它就行 然后两个就是 不是连写的 而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一个 然后呢 一个 就OK了 嗯 大家清楚了吧 嗯 在这个三个鼻音 这个鼻音符号的下边呢 我写了一个就是注意的部分 注意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发这个鼻音符号的时候呢 尾音是需要略微的延长一些 因为本身这个鼻音符号最后的音落在就是鼻音上面 如果我们不稍微延长的话 那么这个鼻音就会被吞掉 吞掉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想象成什么呢 是不是就把它变为原来的洞服了 嗯 大家可以想象 比如说我发一下 第一个 按 我要读慢一点 按 按 按 是吧 我肯定要延长一点 要这样子 按 按 对 就这样子不要着急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 再发一个举个例子 比如这个第二个起齿鼻音 本身发音是 音 但我要是发的快的话 就是音 音 怎么样 感觉是不是变成了动物了 所以这里面 大家在发音的时候 一定要 记住 切勿操之过急 将这个最后的东西 把它吞掉了 一定要慢慢的把它读出来 好 让我们从头 再来读一遍 这个三个鼻音符 第一个 按 按 第二个 硬 硬 第三个 嗯 嗯 嗯 好 这就是三个 鼻音符号 嗯 这个 大家 现在 要暂停下来 稍慢 放慢速度 我们现在就学到 第五类了 因为总共 我们刚刚说了 将 总共 13个翻译符号 分成了六类 我们已经完成了前边 这个 六分之五的学习 从头开始 跟我一起回响 第一类 静符 代表字母本身的音 那么它的符号 如何书写 第二类 动符 分为三种 怎么发音的 怎么书写的 第三类 长音符 也是分为三种 想一想 它跟动符之间的联系 发音上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在书写上面 是否可以和前边的动符 相联系 找到其中的影子 但在其 在此基础上 又增加了什么 第四类 软音符 软音符共有两种 它 发音上有怎样的特点 可以将之分解成 由什么和什么进行组合 是由什么符号 加之什么字母 的什么符号 而构成 书写上面 也可以将之分成 由什么符号 什么字母和什么符号 构成 第五类 B音符 总共分为三种 它和前边的 动符 长音符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在书写上面 是否也可以从动符 和长音符中 寻找到影子 在它们的基础上 增加了什么 以及 发音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问题 嗯 很好 那么 这样子 我们 就是相当于是 结束了 前边的这个 发音符号的学习 哎 大家在想 不对吧 感觉好像只学了五类 对不对 嗯 好像还有最后一类 最后一类 什么来着 什么来着 让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页数 好 这里 最后一个是什么 啊 谍音符 啊 还有一个谍音符 啊 大家是不是觉得 老师是不是你把它忘了 嗯 怎么可能呢 它在暗语当中 那么那么重要 当然没有把它忘记 呃 是因为前面 这个十二个音符呢 它有着 呃 比较 就是传统派的发音 而最后 这个谍音符呢 它称之为谍音 呃 但是呢 它必须要在 徐就是字母的基础之上 就是加之融合之后 才能够有它的发音 它本身是没有发音的 看这里 注意所讲 呃 本身是没有独立的发音的 所以 之后 课程当中 我会单独再将其 加以介绍 那目前为止呢 大家就记住 前面的这十二个 发音符号的发音 和书写就可以了 好 让我们啊 从头 从这里开始来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每个发音 第一个 净符 OK 没法 它就是字母本身的音 我们还没有学字母 所以 它就是 这个音我们不发了 第二个 动符 三个音 三个音 大家 在我发音之前 可以先回想一下 试着去发一下 然后和我进行对照 三个动符 大家发对了吗 好 我们再往下 长音符的三个发音 大家先回想一下 是否你已经记住了呢 好 我为大家发一下 好 我们再往下 往下 到软音符 先想一想 这个软音符怎么发音来着 好 我为大家发一下 爱 爱 傲 傲 傲 好 接下来最后的三个 笔音符 先想一想 分别怎么发呢 好 我为大家发音一下 按 按 印 印 印 好 大家是否都已经记住了呢 是否都已经发对了呢 那么 我们到此为止 就是把这个发音符号 就是 12个主要的这发音符号 已经讲完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会 我原本会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当然呢 因为我们不是在课堂当中 我需要大家自觉到 根据我这个问题来进行思考 那么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阿拉伯语当中 有多少个发音符号呢 可分为几类 答案是 答案是13个 分为6类 第二个问题 发音符号间有怎样的隐性关联呢 给自己 几个时间 需要多久可以背下这些发音符号呢 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 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尝试着去把这些符号进行记忆 那么这些隐性的关联 我所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这个可以 算是写作业的话 都可以写出比较长的一些内容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试图从以上学过的五类符号当中 寻找到彼此之间的相连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以及相互之间的记忆 会有怎样的影响 会比如说你记住了动符 动符符号 那么对于长音符和鼻音符号 这个发音和书写上有怎样的帮助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比如说 开口鼻音符 开口鼻音符怎么发来着 那么这个符号 它的发音 我们刚刚讲解过 它是由 开口符号 加上一个 鼻音符号 组成的 这里面我们称之为鼻音 是吧 就像是 啊和 n 组合起来就变成 n 那么它在书写上面 这个符号书写上面 又可以找到怎样的一个关联呢 开口鼻音符号的书写 可以当作 可以看成是 动符当中第一个 开口符的 开口符号 加上 开口 长音符当中的第一个 开口长音符的符号 叠加 叠加而成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是不是这样 比如 摄像一下 原本一个字母 上方有一匹 然后呢 我在这个字母的基础上呢 在上方再加一匹 左边 再加上一个一竖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开口长音符的 这个书写 那么在发音上面呢 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呢 比如说这个 我们刚刚强调了 鼻音符号的末尾 不要着急 要适当的加以延伸 否则最后的鼻音会被吞并 那么在发音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子的 那么开口符的发音是怎样的呢 然后开口长音符的发音呢 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到什么 开口鼻音符 它的发音的长度是介于 开口符 和开口长音符 之间 然后你就在它们的基础上 结尾部加上一个鼻音 这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寻找到的 这个隐性的关联 因为这样的学习和总结 就是在培养一种 学习语言的思维模式 会让你在一种 非常有逻辑和条理的状况下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好 第三个 就是下面这些发音符号 你会读会写的吗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课下的时候 把这几个符号 就是这也是我随便想到 然后列出来的 能够先默写一下 如果觉得实在是想不起来 再拿出书 然后对照 对照之后呢 还是像第二个问题一样 寻找其中的关联 帮助自己记忆 好的 那么 我们这样子就完成了 发音符号的学习了 恭喜大家哟 这已经算是完成阿拉伯语发音阶段的三分之一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学习28个阿拉伯字母 那么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讲过 阿拉伯语当中没有一个正统的原音字母 但是呢 它可以说是可以由其他的变形加以 变形来组成 那么这里面 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我所总结出来的下面这个公式 发音符号 加上这个字母 就等于这个字母的发音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学中文也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学了这个 基拼音 对吧 然后再学汉字 然后将这个拼音和汉字组合起来 才是我们最后学习的真正的母语 那么阿拉伯语呢 它也是这样的 单一的字母 没有发音符号 它是无法进行读写的 那么能够由字母组合成单词 以及进而组合成词汇 然后再组成句子或段落以及文章 那么这一个过程都是需要最基本的元素来加以 加以组合的 那么这里面的基本元素就是两个 我们刚刚学过的发音符号 第二个就是字母 这里面我们说了28个字母 这个大家要记住啊 那么字母加上这个发音符号 组合起来 我们就能把每个字母这个发音读出来了 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 13个发音符号加28个字母 大概可以组合成300 336个音 听起来是不是 我塞太吧 汉语就出来了 简直是太火了 太厉害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 为什么呢 就像刚刚我们学习这发音符号一样 只要你找过了其中的一个基点 从它身上发散出去的东西都是围绕它这个基点 然后加以记忆 加以学习 总结起来的话 其实东西也并不多 好 闲话呢 我就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就开始字母的学习了 在这个学习字母正式之前哈 我先为大家放上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口腔的机构 啊 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现在我绝对不是医学大咖 这样给无法给大家解释 非常专业化的一些东西 只是想通过这幅图呢 口腔 人体口腔这幅图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阿拉伯语为什么 它比较难 难点在哪里呢 那么通过这个图片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人体口腔的大概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嘴唇啊 比如说上唇和下唇到上尺下尺 还有上尺银 还有硬额 以及就是舌尖 还有舌中部舌面 以及后部的舌根 以及这个前边啊 上尺银的前 偏前方是硬额部分 大家可以我边说边去 去用你的舌头去找一下那个位置 那么这个偏后边的部分 就是软额部分了 再往下 靠近我们下边嗓子这里呢 就是小舌了 等到这个舌面啊 下边也是靠近 后边也是舌根 等到我们过了这个石道 再往下到我们的声带部分 整个过程就是气管 那么阿拉伯语的发音呢 之所以说 就是一个字母的发音比较难呢 首先取决于它的这个跨越性 那么这28个字母的发音呢 可以说是跨越了整个人的呼吸道 从你的这个唇边啊 唇边到尺到舌鳄 所有的部位到小舌 一直到你的气管 就声带下半身后部分 那么我们就可想而知 它的跨越度这么广 自然就是说它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个就是可以讲一点文化上的东西 就是阿拉伯语呢 它的产生是基于一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而决定的 在原本的时候 阿拉伯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游牧民族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以竹水草而居 就像是我们就是那个新疆西藏那边一样 当然我们国内这个西北地区呢 大部分都是草原 但是像阿拉伯半岛那片地方呢 大部分是沙漠的 所以在沙漠当中呢 常常有的地方会环绕出现一些绿洲 那么阿拉伯游牧民族呢 就是在不断地寻找着绿洲加以栖息 那么到了一个绿洲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 可能这片绿洲由于环境的变化 会被这个沙漠所吞噬 那么他们就被迫不得不选择 迁移到其他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然我之前有去过这个沙漠地带 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去过之前 会觉得应该只是干旱 然后一片黄沙 漫天飞舞 然后炎热的烈日酷热之下 当然其实呢 这个沙漠呢 它最大的特点 应当是属于它这个无边无际 像海一样 就是它这个辽阔度 那么阿拉伯人呢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下 那么彼此之间的沟通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用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声音 跟你交流的话 你是不是会觉得 你在讲什么呢 好像我根本听不清楚 那么这就是阿拉伯语为什么会跨度 声音这个发音会跨度这么大的一个原因 其实一段阿拉伯语说出来 尤其是由男性说出来 会觉得中气底气非常足 听起来还是很有这种阳刚之气 而且很有雌性感的 那么这也就归功于 刚刚我所讲的气候和地理位置的原因 但很不巧的是 这种发音的布局 却为我们外学者创造了一些难度 对吧 但是不要害怕 我在我们语言学习之初就说过 我们会遇到三个障碍 但是我们要用的 我们坚强的一直去将这些脆弱的部分打碎 感谢大家对这一刻的收听